我才要在讲 心情是爱情最好的结局吗 是 或者有的人又觉得不是 欢迎收看由珍珠美白养服专家 今日珍珠冠品播出的非常完美 我是陈一 完美告白 欢迎各位 同时呢欢迎我们今天 情爱老师 寇老师 嗨 大家好 其实很多人都说呢 你若不离不弃 我变身子相依 总觉得爱情一旦开始 最好就是天长地久 永远都不要结束 但是我有时候觉得 其实有起有落 有开始有结束的爱情 也不是坏事 因为每经过一段恋情 我们一定会成长 我非常非常珍惜每一段恋情 也请大家一起来珍惜 加油 欢迎王老师 有一种甜蜜的梦叫爱情 有一种专心的痛也叫爱情 不管是甜蜜还是专心 都是我们希望能够拥有的 刚刚我们在开场说 这个关于亲情 是不是爱情的这个最好的归宿 其实无论怎样 似乎每一段爱情 如果是完整的角度来说 好像都会经历几个必经的过程 比如从萌萌 热恋 磨合 争吵 最后分开 或者又再度走到一起 今天我听说我们有两位男嘉宾 要为我们演绎一下 我刚刚说的通常意义上 爱情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过程 我看到有人羞涩地低下了头 小五 我觉得大家不要看了 不看是不可能的 因为已经拍了 我们来看一下 嗨 嗨 我在一个地区这里很久 发现中午菜都没什么吃 菜不合胃口吗 我吃不了辣的 太辣了 我认识一家很有名的东北菜 有机会我们可以去吃吗 好啊 好啊 东北菜不辣 吃得不辣吗 哎妈 老饿了 我一天都没吃 就等你这一对了 不过我妈说我们数分钟到 你这衣服是不是有点忒丑啊 你爸你妈不喜欢我怎么办呢 他们看过你的照片 那照片都是屁股都是骗人的呀 他们就是喜欢你真行的 你这个骗人 我知道你爱干净 可是我的东西你就给我放在那 我都快找不到了 那那你那衣那那户袜子什么都放一起 你不恶吗 我恶心 你就不恶心 好那你去给我刷马桶 我们分手好了 你少胡我 好分手 分手就分手 最近你跟那个谁还好吧 我们分开了 所有有空吗 周三好吗 如果我不看字幕 不听他们说什么 我觉得他们人物关系应该是母子吧 周五号你基本上是本色出演 对 是吧 所以你生活中大概就是这样子 对 之前有过几段感情经历 两次 两次都经历到什么阶段的时候就已经停下来了 就是他选择别人就分开了 你这么可怜啊 对啊 我两次都是被甩 为什么原因啊 因为我打篮球的关系吧 比较少陪伴对方 你那两次找的也是这种质量的吗 差不多吧 小伙子你很想不开啊 我不跳 其他男嘉宾呢 那一号 你之前的经历跟刚刚的我们这个两个人的就是演艺的这一段有多少是相似的或者跟身份他们不一样的 我想就没有他们一年那么长的时间才分开 如果是有就是有争执的时候就分开 就是受不了那些吵架 真的啊 是 那你到目前为止分手过几段了 六段 六段 一吵架就分手 对 就是他吵我 我没有回复 所以就 没 就是这样就结束 所以是不是女生一大声说话 一有吵架的态度出现 你就已经要砍 停了 就是这样 对 天呐 好脆弱哦 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克服这件事吗 还没有一个女生让你爱她爱到 想跟她把问题谈清楚 是 希望在未来可以遇上 之前的六段可能也许你都还不够爱 或者不是真正爱 如果真的有那个出现 可能就是无论你怎样我都不离不弃 不想要离开 今天在舞台上会不会出现一个让你们会有如此感觉的女生呢 让我们掌声来欢迎第一位 哈喽大家好 我是任娇今年二十三岁来自厦门 我的职业是晚会导演助理 什么样类型呢 他不爱讲话 万一不成 会很难 会 那应该怎样 我不会放弃 我会是第二次第三次 有请嘉宾 哈喽大家好 我是任娇今年二十三岁来自厦门 我的职业是晚会导演助理 我的爱情宣言是爱一个人很难 但是放弃自己心爱的人更难 我可以在你感觉个人压力很大的时候 给你足够的个人空间 但是你不可以没有担当 撒谎 不不得人 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 我不会干涩 但是你不可以不顾家 不敬爱双方的父母 亲爱的今天 有没有什么才艺来给大家 亲爱的今天有没有什么才艺来给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大家铺垫一下 因为我接下来这个互动的游戏 就是跟这个有关 所以接下来你要跟男生互动 也是假唱吗 对 是怎么样的 我要挑三位男嘉宾上来跟我互动 那 8号好了 9号 10号 我跟9号唱那个 比较柔情甜一点的歌好了 然后他们俩唱那个摇滚的好了 所以就是说他们都 就是最假唱 对 看起来比较厉害 哇 哇 那就 假唱还能比就对了 假唱的诀窍是什么呢 口心跟表情都要增 还有就是放松心情 我个人觉得假唱最重要 是要背准歌曲 对 不然你废的跟放的不一样 你就立刻穿吧 表情什么的都可以掩饰对吧 对 所以那你先打算跟谁来呢 9号好了 9号 想求我长街吗 是你最美的记号 每天睡不着 想念你的微笑 你不知道 你对我多么重要 老师可以说是空白的 但是有一种幸福感 终于找到 你有运势的美好 一辈子暖暖的好 我永远爱你到老 谢谢 我觉得还可以看得蛮好的 这菜非常熟熟 熟熟你刚刚这个动作是对自己很满意的 很赞 我近看他真的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漂亮 真的 已经不能控制了 好 接下来换哪一位 他们俩组合唱一首摇滚的歌 我爱你 我爱你 你从来我的小小大伤 车马奔腾 车马奔腾 公车人是广黄 水旧当歌唱 星中喜悦 红楼烈烈把我 集成年华 我们从城中 把我的小小大伤 车马奔腾 公车人是广黄 水旧当歌唱 我时空喜悦 不容的年华 我今生年华 我今生年华 我今天完全操出了我的想象 他们俩好活活 我觉得这一段啊 阿焦你很棒耶 你让我们看到了8号跟10号 完全不同的面貌 他们两个平常都很假认禁 都很酷 原来也这么嗨啊 而且10号你要相信我 你去做一个动力火车的模仿 就绝对有视传 好 那我们谢谢8号 以及10号 学习一下 那这周 接下来 选新动和不新动 其他几个男生 都还没关注到我 就再看一看 心动 很阳光 很温暖 有一种高贵的气质 我决定好了 才来跟他告白 接下来不心动 就觉得 他可能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这样子 而且一下焦焦的背景资料 看一下整天 骑单车能缓解压力 放松心情 美美的 直直的迎着阳光密封前行 小脑都会随风散去 做事如走路般明确目的地 从起点出发 直线是到达终点的最近距离 玫瑰花寄托的爱情 我希望能带着我 饼子的到达幸福 而一席红族 代表婚姻 也会点亮我 齐齐的热量生活 和你 是我通往幸福的 唯一军军 给你的气质特别 这是唯美浪漫的一段片子 我来问一下九号好了 九号眼睛一直发直 刚刚现场看已经觉得 漂亮 放下来头发怎么样 更有气质 更漂亮 就是漂亮 我来了解一下焦焦的背景资料 文字信息 所以意思就是 女神和女神经的结合 我平时看我不是这样的 就是跟不太熟的朋友出去 我不爱讲话 冷冷的 然后大家都觉得特别女神 而且我喜欢出去打扮得很漂亮 然后又不爱跟别人交流 但是在私下 我跟朋友呢 就是比较 你觉得你很喜欢骑单车是吗 对 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去骑 或者说我觉得生活很累的时候 去靠近海边的那个骑一圈两圈这样子 我们男嘉宾中好像有一个人是 自行车帽一场 可以考虑一下 我们的 瑞森 我可以直接送你一台车 爱骑多久骑多久 我可以要两辆吗 为什么要两辆 跟我爱的人一起骑 好 可以 谢谢 首先你特别漂亮 然后我看你说 当然穿太美 被朋友嘲笑 那我想问一下 你今天穿的这个美的程度 跟你被朋友嘲笑的那个美的程度 哪个更美 我有照片 要不你先看一下再评价 好 哪个是你 红衣服的 我更喜欢今天的穿 因为这件衣服的美 更衬托出了你人的美 好白的语言色 那我想问一下 最主要我想问一下 你说怕生活久了 会忘记自己原来的样子 你是 就是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一段过往 然后每段时期的自己都不一样 但是我还是有照片 好的照片啊 这是我房间的照片 每个角落的照片 这是床头 这是我房间的阳台那边 飘窗 阳台的飘窗 对对 下面装饰好 你已经忘了之前在说什么了是吧 没有没有 我之前有问题 然后因为房间 我一看起来又觉得很好看 觉得很像酒店 我就忘记自己问题 我觉得跟你家那个房间有点像啊 你家就不是都是照片 也是放了很多 Hello Kitty 对吧 不是不是 不是 不是 Doraemon Doraemon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也是家里放了很多 Doraemon 在各种床头啊 什么角落啊 什么 我也有耶 但是我不是放那个Doraemon 我是搜集各种的卡通 放在阳台那样 他们我朋友都说 我有那个小时候 太缺爱了 没有太多玩具 长大了 自己收集 没有没有 其实其实这是一种 有爱情的表现 我觉得我自己就很有爱情 我看你说你很喜欢海滨城市啊 我也是 我在西班牙海滨城市生活了很多年 然后也很喜欢在海里游泳 然后你说靠近死亡三次是真的溺水吗 还是什么原因啊 对对三次都是溺水 我参加过救援活动 就是去救援那个溺水的人和其他人一起 所以十一号在告诉你的是 他有学过那个溺水的救援 所以跟他在一起你就不用担心溺水的 是这个意思吗 十一号 是 不要不好意思 他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告诉你 他可以保护你 十号 我突然发现你跟我很像 就是你是厦门的 然后我也是厦门的 对 然后你喜欢骑单车 我也喜欢骑单车 然后你 就是怕游泳 然后我也是 因为我也不会唤起 就是 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靠海边 住靠海边的应该都会游泳 然后我刚刚听说你不会游泳 就因为我也是 你看男生们笨笨的态度 一个说 其实你不会游泳 但我可以保护你 还有你没有车 我可以送你两辆 另外一个 我觉得跟你很像 就在海边都不会游泳 连不会唤气这件事情 都可以这么沾沾自身 真的 十号有快乐成就这样说 我也不会 这么开心干嘛 我观察了一下 好像我们十五个男嘉宾 基本上都对你有 有一点那个意思 你看出来了 十五个都有啊 我们组合里面的 也是跟我说了一下 你说说了什么 你告诉我 就觉得他特别漂亮 但是女嘉宾应该注意一下 今天十四号看见你之后 眼睛特别大 难道不是因为带着 女性的关系吗 看清楚一点 四号 你说你喜欢靠海的城市 美丽的秦皇岛 欢迎你 海风能吹走一切烦恼 我们那风特别大 我那么瘦的 要把我刮走了 怎么办 还有我呢 哎呀 香港也是个 很美丽的海边城市 香港也欢迎你 大家来香港吧 我那个老家是山东日照的 他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海滨城市 这样好不好 江江 因为我发现今天的男嘉宾呢 他们现在都眼中闪着红星啊 星星星星 我要问你实际的问题 你这么的貌美 然后呢 又惹人爱 可是你之前的恋情能不能谈谈分手的原因啊 我很喜欢他 然后他不是很喜欢我 但是勉强跟我在一起 但是后面还是 因为不爱我的原因吧 分手了 他是一个怎样类型的男生 大男子主义 希望男生会比较有掌控能力的 你是需要他可以 我觉得一半一半 不可以全部掌控权都在他那边 你是比较浪漫派的人吧 你会不会记得男朋友不浪漫 不会 因为我前男友都不浪漫 好不容易轮到我们这边说话 我想说其实你不标准的普通话特别可爱 我很喜欢 我现在就有一种想法 小五七在这个冲动 我就怕我上来普通话不标准 被大家笑 有一种男生就喜欢 讲普通话不标准的女生 比如我 这是直接在告白吗 这对于五号来说 不常有 对 真的 长发 白体 简单 单单的 你个妆容的那样 就OK 很喜欢 说太过安逸的时候 生活会让人感到孤独 你是指两个人在一起之后 就特别平淡是吗 反正我现在的生活太过安逸了 我每天睡觉之前 我觉得好像缺少了一点 这么 呃最后说一句 我能够可以成为你那个能过日子的另一半 哦 要不要就要 我觉得现在我们必须要在经营下面 直接可以转身来告白了 免得到时候时间太长 想告白人太多 对 那娇娇 接下来留下时间 你跟男嘉宾在私密交流一下 选择两位 你好 我想问你的肤色是自然的还是自己晒的 经常在户外运动 应该是晒的吧 那你的胡子是自然生长的 还是自己精心打理过的 那个隔行三四天要修剪 你觉得我现在的缺点是什么 缺点就是太完美了 太好吧 谢谢 不客气 我的眼睛有吸引到你吗 非常吸引 那你觉得情侣之间 一个礼拜见一次面算异地恋吗 不算 不算 完全不算 而且如果你在厦门 我会一个礼拜三四次飞过去都没关系 那你觉得我怎么样 我适合你吗 你刚刚问八号 觉得你有什么样的缺点 你觉得他会怎么说 我觉得他会说出我一个缺点 私下的话我其实还是有蛮多缺点的 不是他所说的那样太完美 真的 那这样你来问问其他人 你觉得他们会说出哪个缺点 五号好的 好 所有的女生我都能评价 我评价不了 因为 我喜欢 因为他喜欢你就没有缺点 我再试一个 三号 你正常没发言 而且未知到你也没怎么太看他 你的缺点就是你太完美了 然后其实我刚一直想再说一句话 他不是说他是千松一附体吗 其实我也想说我是杜明俊 你的重点是最后一句吧 对 你就是杜明俊 只是场上的那些男嘉宾发言太激烈了 我想想肯定没有戏了 我就 那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情思 其实杜杜非常的有个性 他在这个事前跟我小小透露 不管他今天的心动男生是谁 他是有坚定的意志 非要他不可的 对吧 对 这不是一个柔弱女生会说出来的话 所以杜杜加油咯 你好像非常坚定自己的心动男生 对吧 所以你肯定不会更改了 对 那接下来先看看男生的选择 好 完美告白 为了转身 请做决定 可是一点犹豫没有直接拍下去 没有整个任何意志 当只有一个男生为我转身的时候 我觉得蛮失落的 有点意外啊 本来我以为会有几位跟五号一起来竞争 我也以为 我还以为会群雷打 看起来大家都很想转啊 可见有些时候男人狂献殷勤的话不一定是真话 尤其是像美丽的秦皇岛这样的人 要送脚踏车的也是啊 很奇怪啊 说我跟你一样不会换气的也没转啊 你们这一群骗子啊 我是在想 甚至他们都被你刚执着的那个信念吓到了 就是你一定要坚持心动男生 结果最有自信的 或者说最有意念的这位转了 来有请海涛五号 你好 你好 刚才特别后悔第一下的话 是最后一个转身的 照过来就 我就 有心动 然后 你说话的那种感觉 还有小大舌头 我都是很喜欢的 就有点笨笨的那个样子 其实我也是非常喜欢的 我现在也不想讲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我就非常喜欢你 我从那边走上来 我不管我是不是你心动男生啊 可能不是 重要的我从那边走上来就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离开那个座位 什么海边之类的东西 那些都不用想了 你想去哪我都带你去哪 我 你想干嘛 也许我过去不浪漫啊 那你想浪漫我就会冲到浪漫 我喜欢你 如果可以的话 带我走吧 那我的爱丽哥 我完全没有见到我可以吃他吃他 因为我这次来就是为了要带他走的 我还是很少会心动的 我还是很少会心动的 真的真的非要坚持吗 谢谢 我觉得我有能力照顾你的生活 我有能力让你过来到我的城市 我曾经为了别人去过别的城市 我依然可以为了你去你的城市生活 尝尝属于我们的东西 只要你想要的我都会努力去做到 生活的也好 物质也好 所有的我能做到 我觉得我们还是先从朋友做提拔 因为想你是爱我的 我在你的城市 那个 第四 能给我一个音报吗 所有的女生我都能停下 我停下不了 因为 我希望 我都能感觉到五号真的无比的失望 因为我相信他上来的那一刻 其实是心中至少有一些期望 你的心动男生会是他的 但当你的对不起三个字 非常直接坚决地出现的时候 他可能就知道可以活 佳佳所以你坚定的就是要带 现在刚刚没有转身的那个人走的对吧 我不打算告白了 我本来以为他会为我转身的 可是他没有 所以我不想告白 那你说你会非常坚持你选的对象 为什么不表达呢 我想应该今天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所以他才没有为我转身 但也许他是觉得 你因为说了是冲心动男生而来的嘛 也许他自信不足 认为自己可能不太 不是你想要那个心动男生 所以没有转身的 其实内心还是喜欢你的呢 如果你们是差一步的话你都不愿意话吗 我想平复一下心情 所以现在不想告白了 我告诉你一个那个 我前几天在网上看到的一个 一个人他写的一个帖子 这个男孩上大学的时候呢 从大一开始就暗恋那个女孩 然后他不敢说 后来在那个毕业的晚会上呢 然后他就喝多了 然后最后就给那女孩发了一条信息 说我喜欢你很久了 但是我一直不敢跟你说 那这时候这个女孩 已经到别的城市去工作了 他回来了一条短信说 我也是 就这样你就错过了 所以你有可能也跟你的心动男生 会因为这样 两个人都不敢主动而错过了 也许你现在想平复一下心情 但是我觉得 在你平复了之后 你可以在我们往后 下一期或者下下一期重新来 主动一点 好 谢谢老师 所以你现在可以去平复 但如果你一旦觉得还可以 他还在这里 马上过来 以我刚刚的观察 我个人觉得刚刚他只是不敢转 他不是不喜欢你 所以给你一点时间 你想好了之后 希望你尽快回到我们的舞台 因为爱情这件事情 错过真的是会让人最遗憾的一件事情 好吗 谢谢大家 加油娇娇 期待你回来 刚才觉得心里喜欢他 但是没有敢转身 或者觉得因为自己觉得自己不是他心动男生而没有转身的人可以举一下手吗 我还想问问你们没有转身的原因 三号先说 他喜欢比较成熟一些的 是 比较有担当一些的 然后再加上他就是选那个心动男生的时候 他压根没有往这边看 九号 没转的原因是 我 我就觉得他真的太完美了 我觉得我配不上他 十号 因为刚刚在互动 然后到后面 包括私立问答 然后 你家非常像是对八号 九号 更感兴趣 然后我就想 我应该不是他的菜吧 如果你喜欢一个女生的话 为什么不转身 连这点转身勇气都没有吗 我愿意去试一下 所以我觉得你真的真的太笨了 哪怕没有成功 哪怕被他淘汰的那种都能怎么样 我想赞才提鼓掌 是这个意思 刚刚海涛说的这一段话 我特别想要鼓掌的原因是 我真的觉得现在的男生 勇气就这么点吗 你们不试试看 怎么知道能不能够扭转局势 你知道我们女生最讨厌 听人家讲说我配不上他 你知道 其实在爱情这件事情上面 女生并不是像你们想象中的那样的 当然呢 我也要再说最后一句 其实刚刚没有转的男生 我也觉得没有什么 我非常能够理解 我觉得 这也是另外一种负责任的表现 因为自己足够好 才能给自己的女人幸福 所以我相信焦焦也会看到这一段 如果她真的能感应到焦焦 欢迎你尽快马上再回到我们非常完美的舞台 我们这段时间我相信她也会等你的 所以抓紧时间吧 我觉得我平复了心情我会再来的 阿焦在平复亲情过后 将在明天的节目中来到现场 向她的心动男生告白 在这边我非常感谢上一期 对我很欣赏的四位男嘉宾 那时呢 我现在要向我心动的男生告白了 阿焦的心动男生究竟是谁 此时先让我们迎来下一位上场的女嘉宾 接下来出场的这位女生呢 在她出场之前 跟我们编导说 她要先打一通电话给现场的男生 喂 喂 你还好吗 录影累不累 为什么不回答我 你是听不出来我是谁吗 难道东北的男生就这么初心吗 哪几位是东北的呀 举手 5号12号 所以有两位东北的男生 他们好像现在都没听出你的声音 他是这么初心吗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呢 为什么会听不出来我的声音呢 徐月月吗 对 是我 我就是想告诉全世界 我喜欢你 如果这一次自觉了我 那么下一次 我还会再来 一听一下 我感觉到可能是张悦 所以我就举起手来 我说 我跟 我说是张悦了 你觉得还好吗 挺好的 我其实一直都有联系编导 但是 可能因为我明天要考试嘛 明天是我的入学考试 我要去加拿大了 那我希望你能 顺利的考路你想去的大学 加油 谢谢 真的 谢谢 谢谢孙先生 其实 私底下的时候 我有拜托杨鹤林帮我写过一首歌 我希望他能在现场帮我唱给你听 可以吗 小五 所以你知道这事 对 他求了我好长时间了 他因为可能知道 孙松的妈妈特别喜欢我吧 然后 然后就是希望我能写一首歌 就祝福他们两个 然后我就是临时 赶吧赶吧 然后你就凑合听嘛 行吗 那现在就让小五来唱吗 月月 是的 我希望现在就能唱给人家听 好 小五 我就是讲高兴全世界 我喜欢你 所以才要加倍的珍惜 明明就是天生的一对 所以才要加倍的珍惜 Oh baby 每一天第一计划一定是他想你 他的回答一定让你充满惊喜 微信上面会掉很多的心情 小五在唱的时候 我只听到了旋律 我其实脑子是有点空白 不知道 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只剩下你们两个温柔的声音 他可以为你做任何的事情 最重要都是他爱你 你不是秘密 他有一个笔物想送 这个是一根红色的绳子 放在你的手上 OK 我的任务完成了 红线记在了宋松的手上 接下来要干什么 其实在这个舞台的后面有一份礼物 我想要送给宋先生 我希望他能够自己来找这一份礼物 明白了 你要接下来请宋松来找礼物了 是吧 来 是的 是要顺着红线走吗 月月 对 顺着红线走就可以了 好 孙松 来 顺着红线找吧 其实我有一瞬间想到说 可不可能是一个大包装箱 把张月包在里边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好浪漫 顺着红线 我这可能就已经傻掉了 我想说 怎么回事这样 后台的时候特别紧张 但是大门打开的那一瞬间 我看到他了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温暖 刚刚有仔细听那首歌的歌词吗 有 其实一直都有很多话想对你说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 去表达我的想法和感情 所以就只能用这首歌来表达 我在微博上有说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 我说每一次听到 宋先生这句话 这个称呼 我还是一样会行动 然后看到你跟别人表白 看到别人跟你表白 其实我觉得自己的心像被挣扎了一样的 一直在联系编导 然后一直想再回到这个舞台 当我接到编导电话的时候 我知道我该回来了 其实你知道吗 我是昨天到的北京 然后今天忙了一天来录制 没有发现我连牌子都没有吗 然后今天晚上要干最晚的一班飞机飞回去 因为我不知道我还要不要参加这次考试 要参加 听我把话说完好吗 上一次录完节目 你有回过家 然后那个时候特别想找你 后来我又给你打电话 我说我想给你准备一个惊喜 其实就是想在正月十五的时候 去你家里面陪你父母过一个团圆的节日 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但是为了让他们过更好的生活 你只能选择很早的就离开家 我想听你取经的份消息 当我踏上请假的路的时候 我突然之间就迷茫了 因为我不知道我该以什么样的身份去面对他们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接受我 会不会认可我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准备好 所以我很害怕我退缩了 其实你给别人的形象 给大家的形象是阳光帅气 有的时候傻傻呆呆的 但是我知道 其实你会难过 你会孤单 我真的超级感动 特别特别想哭 但是我觉得 我是个男孩子 我在舞台上我不能哭出来 然后我一直强忍着不要哭 我真的想哭 这么看你这个臂诚就好了 好吗 因为你会觉得 你是不得的 一个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允许我们现在努力去奋斗 所以我选择留下来 我选择留在国内 去广州陪着你 爱我 非你莫属 我只愿 守护 有你给你的幸福 爱我 非你莫属 你上台中说的一些话 你有很多话都挫在了我的心上知道吗 你首先说了父母 我 真的很想他们 我一年也只能回去看他们那么几天 第二就是我的生活 我真的有很多不开心 我很多难过 但是我只能一个人扛着 我明白 所以说我想尽我所学 留在广州 留在你身边 陪你一起努力 一起有一个未来 然后回家 帮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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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超感动 我知道你会为了我去做改变 但是我想找的那个人 不是他来适应我 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相互照顾 相互支持 你呵护我 我保护你的这样一个人 是啊 我知道呀 我只想好好地照顾你 好好地陪在你的身边 可不可以你也去了解了解我 我把自己的学业再拖到明年 我会等你 我觉得你为了我去放弃学业 不值得 我没有放弃 我只是怕我错过了我自己喜欢的人 所以我把他延后了 然后等你真正地去了解我 想清楚的那一天 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 我到底是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人 如果是 我们在一起 谁也不会后悔 如果不是 我还年轻 明年再走也来得及 我那么一瞬间学着特别特别想跟他走 但是我知道我为了我为了他我不能让他放弃学业 这个我觉得对他是不出责任的 但是你如果为了他放弃学业的话 可能现在他就会告诉你一个答案 那就是不是 因为你这样会把他越推越远 而且给他非常大的压力 他承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 你的父母怎么看他 对啊 你听我说 学呢 是一定要上的 虽然我们年轻 但是女孩子的年轻的资本也不多 一定要去明年考试 好好上学 我们一定要保持年轻 对不起 对不起 这个时候 我有点后悔 有点自责 张远从第一次踏上这个舞台 就为宋先生心动 每一刻心情都写着我喜欢你 我就是想告诉全世界 我喜欢你 为了宋先生反常告白 为了宋先生放弃学业 我选择留在国内 去邦州 陪着你 但他没有想到 他的爱意 却带给宋先生 如此大的压力 他等中道歉 要他歉 他心里依旧深爱着松松 他的未来会是怎样呢 期待这个女孩学成归来 你又没有听见 一面的风光 车子没交绝 只要你 都在快乐 然后会帮我存在 你真的 想到身边 要 漂亮亮亮的 开开心心的去年对你 嗯 我没有想过 我 会给你这么大的压力 我只是家伙 我恨你 所以 如果伤害他 你自己 都不是任意的 因为 我看到他那样 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 伤害到他的人了 如果说时光刻意到 的话 我希望 我伤害他那样 对了 你又没有听见 寂寞的声音悄悄在满面 他住进我们之间上 好可我和你的永远 我的生活中呢 你有拍个陪我 希望你的生活中 也有 我和你的永远 我的生活中呢 有拍个陪我 希望你的生活中 也有拍个陪我 去店 幸运 我走了 我走了 月月,月 加油 刚刚王老师说了一些比较取白的话 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受 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 不管这条红线 有没有牵到它 或者它会有多曲折 或是多蜿蜒 我只想告诉你 或是告诉所有的女生 一个态度 每个人都有对自己的爱情 争取的权利 所以你说你要等 也没有人能说你是错的 但我要说 这个方法 有时候不见得是最有效 而且最幸福 最美丽的方法 女生啊 尽量不要说 没关系 我等你 我建议女生应该说 你来追我 女人要越活越精彩越美丽 你得到的爱情 才是货真价实 才配得上你 好 我知道了 谢谢 你真是个傻丫头 如果我是你的家人的话 听到你为了一个 现在还不爱你的男生 要放弃自己的学业 我会很心碎的 有时候我们做了很多事 也许那个人都不爱你 但是你和你的家人 之间你们是互相在爱着的 我们做不到 让我们喜欢的那个人爱我们 但是我们可以做到 我们爱的那个人 那个爱也爱我们的人 我们可以做到 让他们不心碎 你明白吗 我明白 以后千万不要再干这样的傻事了 好 谢谢老师 加油 加油 好漂亮啊 加油 好 谢谢 加油 每个人 朝向你走来 你抬头看 天空的云彩 完美告白 万全身 有请下一位 主嘉宾 大家好 我叫李宁悦 来自江苏扬州 今年23岁 目前是大师毕业生 生活中 我是一个比较容易相信别人的人 然后在爱情里 我也比较会去包容男朋友 我今天来到非常完美 是因为有一个心动男嘉宾 我希望可以用我的心动去打动他 跟他牵手成功 有请嘉宾 大家好 我叫李宁悦 来自江苏扬州 今年23岁 目前是一名在校学生 我的爱情轩缘是 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每天陪我哈哈大笑的人 大家好 我叫李宁悦 来自江苏扬州 目前是一名在校学生 但是不可以整天不联系 但是不可以整天不联系 我可以无条件的对你好 但是你不能把我对你的好当作理所当然 先打个面具让他们先跟现转的先看看样子好不好 好 3 2 1 选择心动跟不心动 上街了 心动 来我们从我两边来了解一下你嘉宾 来我们从我两边来了解一下你嘉宾 整理好自己的房间把每一样东西都摆放整齐 拉开窗帘让阳光照在我的房间里 这样的生活让我觉得很踏实 有时间我喜欢在路上走走 看到好看的东西拍下照片 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是我独一无二的回忆 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是我独一无二的回忆 安静的时候坐在咖啡厅 画上一个小笑脸 生活就是可以这样简单 我喜欢简单的生活 简单的爱情 我想要的就是和你一起走过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这样的爱情也是你想要的吗 文字信息来了解一下明月 江苏姑娘大四快计系学生 有一个和自己相差14岁的弟弟 B 超级没脾气的女孩生活中 即使是陌生人的话也很容易去相信 超级喜欢拿走房间 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固定位置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是一个喜欢小朋友的女生吗 对 特别喜欢 你有一个相差14岁的弟弟 那你会有想过有什么时候会生自己的孩子吗 我希望是30岁以前 好 然后也跟我的理想的连离很很迷合 有一个相差14岁的弟弟 对 弟弟相差14岁 那你会跟他吵架吗 不会 我不太会吵架 我弟弟发笔记挺搞笑的 就特别喜欢摔门 他要是不高兴的话 就会碰一下 我们家那个门已经被他摔坏过了 那你平常会教他很多东西吗 会 因为我有一个跟我相差7岁的姐姐 其实我们小时候很常打架 我爸妈在忙的时候都是我姐姐在照顾我的 然后我们就是很常聚在一起 然后常常打架这样子 但是他真的有教我很多东西 所以我非常感谢他 因为姐姐可能就是什么事都为弟弟着想 所以你要表明你是一个好姐姐 是吧 你好 感情中你会我写 那一直这样下去 你不会担心你们感情会出问题 可能就是在发脾气的时候不支撑 但是等他心情好的时候 会找他沟通 我觉得我会把一些可能之前的矛盾放在心里 你有什么新事 我睡一觉就好了 不会记着 所以明月 基本上听起来就是你跟男友是不会起冲击的对吧 对 你曾经发脾气过吗 你最生气的时候会怎样 我最生气的时候会睡觉 就这样啊 就自动切换开关就可以 所以就是承诺了 睡去 在生气中睡去 然后特别好奇就是那个 他每个东西都有固定的位置 如果我是他男朋友 我不小心把他那个 东西挪位置 我告诉你答案 他会生气的睡去 但是以后 我会把他放在固定的位置 他会把他放到固定的位置之后 我生气的睡去 你说你是一个超级没脾气的女孩 就是说你跟你男朋友在恋爱中 吵架的话你也会闷不作声吗 就会一直都是听你男朋友的吗 吵架的话我一般都不吱声 谁对 谁听谁的 万一是你对的他错的 但是他要求你听他的 你会听吗 我应该会就是坚持一下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可能会听他的 这么乖 还好吧 所以11号 对你来说你说 这么乖啊 这时候是包还是饼 好啊 我觉得一般现在女生 流行的是比较火爆的 像这种这么单纯 这么清纯的很少 这个世界还有这样的女生 要保护她对不对 所以对你来说是你的菜 我喜欢比较乖一点的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真的吵架的时候 您可能每次都睡去吧 能不能现场模拟一下 假设一个男嘉宾 你是说现场睡去吗 现在已经快要睡着了 对 应该在舞台上睡去 或者在大街上就睡去吧 就假设一个男嘉宾 跟你在大街上逛街 然后他跟你吵架 对 你怎么办呢 像我们要现场模拟一下 好了吧 对不对 现场最会吵的是谁 交给你了小五 交给你了小五 为什么整天睡觉 因为我生气 为什么睡觉的时候打呼啰 因为被你气的 好吧 喂 哪是这种人 你可能就不会去睡觉了吧 对 而且 刚刚你终于讲话大声了耶 其实你有婆婆的一面是吗 你跟女生朋友在一起 会不会比较开心 会 我跟女生朋友在一起 我是属于搞笑的那种 真的 搞笑 怎么搞笑 四号 四号可是搞笑专家 对 我想知道你怎么搞笑 怎么搞笑 就是会讲一些事情 比如说模仿一件事情 你会模仿得很搞笑吗 我特别喜欢模仿小沈阳 模仿一下 模仿一下 哎嘛 我也特别喜欢模仿小沈阳 你们对着来嘛 对不对 来 可能就是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小婷 就是我屌屌的 我到家了 要 看一看一看 看一看 对啊 我模仿完了呀 好 我屌屌的到家了 再次 再次 我觉得应该这样 她配音 四号来表演 模仿 是吧 因为小沈阳的表演 可以可以 双簧的感觉 我啪啪啪的 啪啪啪啪 啪啪啪 啪啪的 啪啪到和对面了 然后我用啪啪的 啪到家了 刚才表演是因为 想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不知道打没打到那种效果 我们再了解一下 明月的情感部分 初恋是自己认为 最深刻的一段感情 但是因为异地后 对方劈腿而分手 喜欢平时小孩子气 但关键时候很爷们的男生 最不喜欢邋遢 没有上进心 爱说空话的男生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之前有一段感情 是异地恋吗 那你现在还介意异地恋吗 不介意 不会担心说 因为异地恋说 担心对方会怎么样吗 可能是我不够好 我希望自己变得更好 好样的 有的时候好像 跟自己表现好不好 也没关系 有的时候可能也很好 可是对方还是那样的 但你还是坚持觉得 要自己表现好是吧 我就觉得自己做好 是最重要的 对 你好 你觉得什么时候才是邋遢 因为我敲持有洁癖的 你觉得出去玩之后 回去不使兆 就到场上睡 这是邋遢吗 这肯定是邋遢的呀 你回去肯定会有汗啊 味道呀 那这好 我想知道 你过去有几段感情 都是因为什么而分手 两段 都是别人甩你吗 是不是就是因为太没脾气了 对 可能对方会觉得没个性啊 就我看之前我就特想知道 我感觉就好像是那种特别容易被别人说服的一个人 我想知道你能不能表现出你会拒绝的这一面 就是有的时候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或者一些不对的东西 然后男朋友想让你去做 你能不能拒绝 应该可以吧 知道该怎么变好吗 有点脾气 很好点 对于很多男嘉宾担心你没有个性这件事情 明月觉得呢 我觉得这就是我 我觉得会有一个喜欢我这样个性的男生 我很好奇的是你不拒绝的时候 是因为你说不出口 还是像我看到的 我觉得你是很体谅对方 很愿意顺着对方 这是两种状况哦 一种是为对方着想 一种是因为我就真的说不出那句话 其实我心里是百般不愿的 大部分你配合的时候都是哪一种感觉 我会站在对方的角度为他着想 就是可能不一定是男朋友 可能朋友之间 我都会站在对方的角度为他们着想 我觉得自己吃点亏 或者难过 忍一忍就可以了 所以他想找一个可以 不让他为难 对方就可以帮他着想的人 不要每次都让你为难的人 他在等待那个人出现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人 希望有啊 男嘉宾们 你们会是那个人吗 你是一个坚强的人吗 很坚强 我觉得我很坚强 我觉得 大家从一开始发言都被很踊跃 因为 我不知道问到什么 就会感觉就是会伤害到你 因为感觉就是你很脆弱 就是 对 没有 我现在有点紧张 就是 那我觉得你把我们当你弟弟好了 当哥哥就这样 人家不要解义 所以你很期待能够有那个人 就是 他所有你希望为他做的事情 或者是他希望你为他做的事情 都是你想要做的 而没有带有任何为难的 我不知道你今天有兴趣 或心动的那个男生 会不会是你想要的 但是至少现在你可以再多花时间了解一下他们其他人 思密问答 选择两位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我喜欢可爱的 然后有灵性的女生 那你觉得我怎么样 觉得你也挺乖的 很温柔 那是你喜欢的 笑 你是台湾人吗 对 我是台湾人 你介意异地恋吗 说实话 不介意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我喜欢 活泼外放 辣辣辣一点 其实我不是你的菜吗 谢谢 再感谢那男生 不要吧 因为爱 所以爱 珍惜在一起 好 那男生们先做出你们的决定 对于这样的女生 完美告白 我又要转身 请选择 還蠻難過的 掌聲鼓勵一下明月 對 是他們現在還不夠了解你了 對吧 那明月要不要繼續告白 告白吧 好 現在拿出 可能讓他能夠多了解你的那個狀態 因為之前有點緊張嘛 對吧 明月加油 爆出你的號碼 然後把它清上來 四號 小五你好 你好 明月 那你能先披上眼睛嗎 把你手給我 你之前說 你有 嚴重的手汗 對 非常的嚴重 嗯 其實我是清不夠 可以睁眼了嗎 不行 不行 我看著你會害羞 那你還是看著我 應該你閉上眼睛 那你真的嗎 我還是閉上眼睛 其實我有點輕度潔癖 所以你手汗 我不嫌棄你 可以洗手 哈哈 嗯 我今天有準備一個禮物 我可以幫你擦護手霜嗎 可以 但是 就被稀釋了都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我 給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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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有你 給我 牽著我的手 給我塗那個 護手霜的時候 其實我的 我的心是 有 觸動到的 你覺得我手溫暖嗎 其實我給你擦護手霜 是因為 我想溫暖你的手 我知道你可能 平時比較忙 然後我希望 在你無論多晚回到家的時候 我可以等你回家 我可以等你回家 會為你準備 飯菜 你說 你說你在人前的時候可能 就是比較幽默 但是一個人的時候會比較自理 其實我跟你正好相反 我在人前的時候可能 其實不太愛說話 兩個人的時候 我 我特別喜歡說話 我希望這個時候可以陪你 逗你開心 謝謝 音樂 你覺得你特別的溫柔 我覺得你可能今天你的表現就是有稍微有一點緊張 就是你所說的就是可能單獨在一起的時候 你沒有表現出來你的那種感覺 可能我就是沒有感受到你這一秒 然後我呢 是一個非常邋遢的一個人 我可以幫你 你邋遢的時候我幫你倒睡啊 然後就是我在家裡邊的時候 有的時候就是我不願意說話 不是說就是說 你可能活活 但是可能會你願意跟我說話 但是可能這個時候我不願意跟你說話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 很多人會說我脾氣很好 但其實我的脾氣 我的勁勁上來的時候特別的差 那我脾氣好可以放上去 今天很感動 然後已經被稀釋了那個 那個護手霜 然後 可能就是還是差一點點吧 因為剛開始我一看到你有一有那種 很想保護你 但是沒有很多人想在一起的 而且是很難 總是多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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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真的是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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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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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 走吧 我們走吧 当我就是从台上走下来的时候 我看韩文的演技 我觉得其实她没有那么坚强 我今天也不是真的说 想要把她带走 只是想来见她一面 我就很满足了 王老师 很多男嘉宾都说你乖 说实话我觉得 用乖形容你可能还不太合适 你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字闷 你在这个台上 其实没有展现出太多的 你的个性一面 然后整个你给我的感觉都是 不够活泼 不够开朗 甚至不够敞开 不能让大家去了解你 你刚才说你只有两个人的时候 才会变得幽默 才会变得话多起来 但问题是 很多隐秘的东西 如果你不去展现它 没有人能够欣赏得到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改变你性格当中 比较闷的这个层面 能够更打开自己 让别人能够了解到你真正的自己 如果总是这么闷的话 我想你可能会错失很多机会 谢谢老师 丽月我要鼓励你 我觉得你今天表现得很好 不要难过 只是呢 有两个小建议给你 第一个 你还是可以柔柔的 不太说话 不太说话或是害羞 但是要不要多一点笑容 你笑笑起来 因为因为我爸妈比较忙 他们可能 就是不太让我 就是到外面乱跑 所以他们小时候 他们会经常把我关在家里 所以基本上我都是一个人 所以我也不知道 怎么跟人去交流 对 可能 真是一个原因 而且现在又有了一个 比你小 十四岁的弟弟 可能爸爸妈妈更多的关注 对 对 是吧 所以 在你即将离场的前一分钟 我们才明白 其实这个女生 大家有一个痛苦 虽然不是展现出来这么简单 但是亲爱的明月 请你相信 我特别 特别感触你刚刚说的那句话 就是 那个对的男人能够接受你 并且不会让你为难的男人 一定会出现的 其实你不改变 我非常相信这一点 但是我们更希望就是 你能够让自己快乐 如果你觉得你现在 这样是快乐的 也可以 如果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调整让你快乐 我们是更希望能看见的 好吗 所以明月 加油 你说你缺少练习 今天就是最棒的练习机会 你今天做了好多 很美好的沟通 你回去看节目播出 你会发现 你有各种情绪在台上表现 我觉得很棒 你要给自己用力鼓掌 大家也给你鼓励 我最好学习 谢谢导致 我们再做小声来 祝福明月 明月不哭 加油 要让自己快乐 你珍惜 我和你 不永远 三十几万月不明 因为思念让爱 没距离 为了你 我愿意 我用心照顾自己 让我希望在六台上 能够找到他自己喜欢的 我们三个幸福 好了各位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贵中卫视非常完美了 欢迎收看 由珍珠美白养克山加 今日珍珠 算的过去的 非常完美 毕竟拉方如是喜帕路 将您享受的话 在X拉方品牌 X拉方品牌 X拉方如是非常完美的 X三位好友 就竟获得 由拉方如是喜帕路 其中的精美奖品 难道为成功的嘉宾 将获得爱生活 爱拉方 拉方如是喜帕路 其中的精美大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